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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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每次都要弄一下這個東西 看看是否收到聲音 試過一次錄完整條影片之後 原來是收不到聲的 真的 今天我們不講打球 講一下拍 大家在用什麼拍 我自己在用Nano Flare 800 Nano Flare 800這隻拍 其實已經出了一段日子 當其實出的時候 很受歡迎 我可以明白為什麼 因為它很幼 很精 那個形狀是很高 又是很能力 又可以 又精 又能力 好像我這樣 不是 說錯了 不是 不是 那部分 是能力 那部分 說錯了 因為最近碰到 Fillis 它就是 Epic Racket Sports Club的 坐管 它說 William 我們有一個新的活動 就是 Yonyx 舉辦的 是 推廣它的新拍 那隻Nano Flare 800 Pro 就是這個的新版 叫做Rapid Fire Challenge 即是說 譯為這個 極速 平抽 挑戰 即是 它的新拍 更加 更加快 更加可以 令到 打Double 那時候 在平抽方面 或者一些 Drive的 鏡頭方面 更加厲害 我聽到 我簡直是 OK 因為 Nano Flare 800 是我的最愛的Racket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去這個活動 看看 和親身感受一下 那隻新拍的感覺 如何 打下去的 手感如何 那個樣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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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樣子就是圓的 Anyways Let's go 這個攔機很差 真的 排隊 排隊試拍 因為已經Sign In 多人 試拍 Nano Flare 500 Pro Felis 你這麼斯文 我們不太聽到 你說什麼 不如去影片看看 這個挑戰的規則 是怎樣更好 我明白了 原來在一定距離 在30秒內 可以看看大家平抽多少次 原來這麼簡單 OK 我明白了 這個我的好朋友 帶兒子來 兩父子 平抽 你抽我我抽你 千萬不要說老爸欺負你 大汗 打小汗 最後一輪到我了 唉 我都挺慘的 本來約了一個朋友 誰知道他放我飛機 真的有異性 沒有人性 搞到我兩頭髮 找不到夥伴 幸好有一個 有一個姊姊仔 不是 有一個姊姊 也挺 good sportsmanship 的 她肯跟我打 好過我自己一條 都不知道跟誰打 你看 去到OK的 來回 啊 合作愉快 耶 這個姊姊厲害 有一個姊姊 有一個姊姊 好 試完之後 我告訴大家 感覺是怎樣 我自己 對那隻 Nano Flare 800 Pro 是 不喜歡的 我跟你說 我不喜歡 不等於 你不喜歡 對不對 不是的話 大家混為同一女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那隻拍子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它是 比較 然後 頭 頭 是真的 比這支 重很多 即是比那支 Nano Flare 800 Pro 那支 舊那支 是重很多 我的感覺 還有那支 那支 肝呢 也是非常之硬 比這支 更加硬 我明白的道理 是他們想做些什麼 即是 比一些比較高 一點點的 玩家 當他發落 那一刻 回應時間 是真的快些 這一點點 我不質疑 但在個人的手感方面 我就不太喜歡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因為 它的包裝 即是今期 它的包裝 是 厚 一些 我剛才開頭 已經說了 我喜歡比較 compact 的form factor 比較 slim 即是 形仔一些 總之 感覺問題 對嗎 還有一件事 我今次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 就是那種顏色 它的顏色 藍藍綠綠 好像被人打瘀了 一點都不搶眼 走過來看 在燈光看 當然是有個 shine 好像有些 金粉 但是 但是 遠看 一點都不吸引 至少看到 這個有金黃 這回到個人的味道 我覺得 這次好像 魚魚藍藍 總之 一點都不搶眼 還要硬刮刮 不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駕馭 不是一隻 那麼容易打的 可以這樣說 我個人就不太喜歡 但是 Hey That's just me 對不對 我也會 鼓勵大家 去試試 去Epic試試 他們掛到 整場都是 隨便拿一支 拿回來 試試 到時 你買一支 我是沒得待的 OK? 我跟你說 我只說 我個人的感覺 告訴你 我自己喜歡 或者不喜歡 OK? 下次我們再見 對了 我忘記說 每一期都要說一句 記得 看我們的頻道 Like Subscribe 我們叫Weekend Warrior的頻道 這樣吧 我每次都忘記了 Anyways See you next time Bye